接下来呢 好这个是动作片了 帅到被离职 有没有这么样的夸张呢 你知道总统一走出来的时候 一定身边会有随护 这些随护通常都是很低调 因为呢太高调会被发现 你被发现容易成为目标 但是呢文在寅 当年呢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身边就有这么一位保镖 好真的是帅到后来被离职了 好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好我带大家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他是不是真的帅呢 当然对帅的定义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但是呢他在韩国 很多人觉得这位 欧巴很帅崔英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文在寅 当年他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的团队里头 其实有很多个保镖 不止一位 但是呢这一位 特别的吸引大家的关注 他叫做崔英才 其实呢他是就读 龙人大学保全相关科系 他年纪很轻哦 二十几岁呢 毕业之后呢 就开始当随护了 他当随护呢 其实就是在可能 保护的是一般企业家啦 老板啦或等等的 有一天呢 据说他的学长打电话给他 就跟他讲说 哎你要不要来接一个随护的工作 但是呢 我还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要保护谁 直到呢他到了现场才知道 哦原来呢 因为当时文在寅还没有选上 原来呢他是要去保护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文在寅 好结果呢 因为他们要去参加竞选团队 就会有很多的媒体 那他是如何被媒体盯上的呢 因为照理来说啊 摄影机的焦点 都是对着候选人嘛 好就是 这一张当时呢 其实你知道身为保镖 他们都有一种直觉 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该拍我 为什么你会拍我呢 所以当时他就做出了 这样一个眼神哦 有没有杀 有没有 是你心中理想型吗 他就是这个眼神 其实他当时哦 不是在摆pose 也不是在耍裤哦 他就是因为想说 哎这家媒体 为什么会对着他拍摄 因此呢 他就做了这个表情 没想到 告诉你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 被fire了 因为呢 实在是太抢眼了 而且呢 当时啊 韩众都开始在讨论他 他又频频的登上媒体哦 被称为什么 美男随护啦 行男随护啦 不过呢 粉丝们可能要伤心了 因为呢 他已经39岁 已婚有两个女儿 好接下来要说的是 他呢 曾经啊 被选进韩国的一个 算是特战部队 707特战部队 担任十年的大位 好 707特战部队 他担任的是反恐的教官 他曾经代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到黎巴嫩还有阿联酋 他进行的一个是讲师教导一些反恐作战 好 我今天要来帮大家揭秘的是 707特战部队 好 这个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因为他们的吉祥物是白虎 好 先来看一下 吉祥物是白虎 好 他们的制服呢 队会上有白虎 所以呢 又被称之为白虎部队 好 这部 这个部队呢 你可能觉得它很神秘 但是如果告诉你 它出现在哪一部电影当中 你就会哦我知道了 这部电影叫做是 有没有人知道呢 会是在哪一部电影呢 让大家来猜一下 白虎部队 好 那我先不要说电影 我先说这支部队怎么来 然后我等一下看一下 大家的反应 你们知道在哪一部 韩剧里面出现白虎部队吗 好 这支特战部队是 1972年 当时慕尼黑奥运 不是发生了一个爆炸案吗 然后呢 韩国政府就担心说 那接下来他们要办奥运 会不会有恐怖攻击 所以呢 就成立了一支反恐部队 就叫做707特战部队 好 他们也被称为白虎部队 因为他们吉祥物是白虎 好 我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有人猜对了吗 这部韩剧呢 就叫做太阳的后裔 也就是没错 宋宗基的原型 刘时正大卫 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韩国的这个特种部队 707神秘部队 好这个部队在成立之初 是谁来进行特训的呢 美国三角洲的特种部队 来帮他们训练的 而且呢据说啊 这个淘汰率非常的高 你想要成为这支部队里头的精英呢 淘汰率90% 因为他们要经过非常高强度的训练 包括6个月的基础训练 6个月的战斗训练 所以他们的这支白虎部队人数 从来就不会多 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人 有办法通过这样的训练 上下下下大约就是200人 男生也有 女生也有 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 任务训练呢 好 其实也引用了很多 美军的这个训练的部分 好 包括了就是进行 像是反恐的部分 好 他们可能会透过 好 一个组队的装置呢 冲进可以直接呢 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设备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可以破窗而入 好 到游览车里头啦 或者是入屋啦 好 来解救人质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他们也会进行 室内的CQB作战训练 CQB作战训练就表示呢 在限制的空间之内 你可能在某个房间 或者是在哪里 进行晋升格斗的情况 你必须要全部 每一关都要通过 你才可以留在这个白虎部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会被淘汰的原因 好 再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据说呢 这支部队的训练啊 非常的可怕 而且呢 在训练过程当中 也有人罹难 因为当时呢 他们就模拟了 就是呢 在这个美军的俘虏训练 就是你被抓被俘虏 你要被套头的这种俘虏训练 在受训当中呢 他会绑住你 然后蒙上头巾 就是要让你学习 你要克服那种密室的恐惧 结果没想到呢 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就出状况了 导致两名的特战人员 窒息死亡 所以当时呢 就引发了一些纠纷 其实呢 在南韩的反恐部队啊 主要呢 他们最早期最早期 他们是要保护他们的元首 因为曾经啊 南韩有很多总统 就是被暗杀的 南韩在1977年的时候 当时成立了一个部队 我刚刚说707 他的前身呢 还有一支叫做606 当时呢 是韩国总统府的警卫士 好直接在管的 因为呢 他们主要就是要来 避免北韩跑到南韩来 进行斩首的特战行动 因为呢 曾经在1968年的时候 就发生这么一个事情 1月21号的深夜 当时啊 北韩朝鲜人民军 军124部队 31名特种军哦 他们是穿着 南韩军人的制服 然后他们就穿越了 南北交界的这个封锁线 然后呢 他们跑到了 南韩的总统府 就是青瓦台 要去刺杀蒲正熙总统 那后来呢 是因为被 韩国的军队发现了 然后双方呢 就开始激烈的战斗 北韩的特种部队呢 除了一名逃回北韩之外 据说其他的通通都被击毙了 这就是当年的青瓦台事件 所以呢 韩国对反恐的需求 一直都是非常的高 另外呢 身为保镖 当然就是你会对你的 这个主人非常的熟悉 对谁很熟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前保镖爆料 川普的保镖啦 就曾经爆料 这个蛮糗的 因为呢 他说呢 川普有一次 他们要去 他结束任务之后 他们搭飞机 要到这个苏格兰的 亚伯丁 他就想说 我要买卖到了汉堡 但他身上的英镑用完了 他就问他的保镖说 不然你可不可以先帮我出 那个保镖就想说 你是总统 一定不会欠我钱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 买了20个汉堡薯条 15杯可乐 一共花了95英镑 大约是台币3630元 川普说又还他 结果从此就没提了 没想到你这个保镖 一直放在心上 直到呢 离职之后 有一天就把他给说出来了 另外呢我们来看普丁 普丁的保镖呢 这一位其实蛮有名的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 其中一位保镖是在2016年 里约奥运的时候呢 让大家看到 原来普丁身边的保镖这么厉害 因为呢他是金牌选手 真的就是参加奥运拿金牌 他是在91公斤量级的时候 举重了91公斤量级 在离约奥运的时候呢 季贤壳 这位选手叫做季贤壳 他拿下了金牌 也让大家关注到 哇原来普丁身边的人 都是这么样的佼佼者 好今天最后一位呢 来女性的 这一位也是呢 虽然不一定他出现在 普丁的身边 但是呢他只要一出现 很多人会尖叫 这一位是谁呢 你看他长这么漂亮 你一定觉得说 他应该就是个模特儿穿军装吧 而且呢他还擦上指甲油哦 告诉你不是的 我先来说一下他的名言好了 他的名字叫做安娜赫拉玛佐娃 他说呢很多人的指甲油颜色呢 是配他的包包配他的衣服 但是他的指甲油颜色配的是枪 好听完有没有觉得 哇这个 这个这名女警听起来很汉呢 好其实呢他是存在呢 普丁的模范军队 对俄罗斯的国家敬畏军 2019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部队里面呢 就办了一场选美大赛 好算是军界的这个选美了 结果没想到呢 他一出来选呢 就获得了超过5.7万张的选票 成为俄罗斯最美的女兵 那么如果粉丝的话 也要心碎了 哈哈因为他也是呢 有小孩了 今年33岁 结婚有9岁的女儿 但他的家庭背景呢 其实都是跟军事相关的 他的爸爸呢 在俄罗斯军队服役超过30年 然后呢他之前也当过警察 据说他平时呢 喜欢出现在健身房 好其实呢他除了他参加之外呢 还有12位女兵啊 就是去参加了这场选美 也让大家引发关注就是说 哎那俄罗斯的这个禁卫军 禁不是禁止的禁哦 是接近的禁 禁卫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神秘组织呢 他是俄罗斯政府内部的军事力量 他就是主要呢 保护俄罗斯的边界 掌控枪支 打击恐怖主义 打败有组织的犯罪 好所以在这底下呢 有很多的好这个神秘的组织 也看到很多的人才 另外也有很多的美女